中国空军歼16D电子战机为何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为何美军专家称中国工程师没为从国外复制感到骄傲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相情 歼16战斗机是中国沈阳飞机场参考苏30MKK战机 研发出的中国最强的侧位版本 但是对于中国空军而言 不仅仅是歼16战机本身 从歼16延伸的改进型号更值得期待 其中歼16D电子战机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款 2015年12月歼16D电子战机照片在首飞后 便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 其一肩上的电子战吊舱是其最明显的身份标志 歼16D一出现 并引发了全球军事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 根据有限的信息 美国军事专家对该机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认为歼16D将为中国航空部队提供全方位的空战能力 美军的专家认为 歼16D是相当于美军EA-18G咆哮者电子战机的中国版本 专门用于干扰并摧毁敌方雷达 并可以引导致命的导弹攻击对方战机 EA-18G咆哮者在演习中曾揭露美军F-2隐身战机 军事专家推测 歼16D应该拥有同样的能力 得益于中国电子工业的高速发展 歼16D拥有强大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歼16D一间的电子吊舱 也不会逊色于美国ALQ-218电子吊舱 关于歼16D的具体性能 外界对其所知少之又少 大多数是依据美军EA-18G咆哮者电子战机所拥有的功能进行推测 在美国军事专家指出 从以往中国成功的战斗机案例来看 中国航空工业的工程师 从来没有为从国外复制技术和想法而感到骄傲 从国外学习到一些先进技术和想法 往往都会被工程师改进更符合中国空军需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 用现在通用的话说 不仅仅是简单的学习复制或是逆向工程 而是二次开发 中国的简二十是最成功的案例 毫无疑问 该战机参考了F2战机对五代战机4S概念 但中国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适合中国特色的优化 最明显的是 中国在先进发动机处于落后状态 但简二十利用先进的气动布局 武器系统配置上的设计 弥补了很多不足 让这款战机即使只安装了AL31发动机 也表现出强大的侵略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